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传十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影魔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 蟹鬼的第七节课 蟹鬼连招及其细节基础篇 我们首先的话来说一下 蟹鬼一级的连招 一级连招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AQ第20QA 其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 如果敌方在我们的攻击距离范围内的话 那么就先打平A再打Q 如果敌方不在我们攻击距离范围 就不在我们攻击距离内的话 我们就先打Q 然后再看情况 是否能A到这个第二个到平A 能A到就A A不到就算了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 这个我们在之前在讲Q技能 或者说在讲蟹鬼的一个 技能伤害范围的时候 就有讲 我们就不多说了 也就是说敌方在我们攻击距离内 我们就A起手接Q 敌方不在我们攻击距离内的话 我们就Q完之后再去接平A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我们就快速列过 再说两级的连招 两级的话蟹鬼一般会学上 一技能 比如说一般两级的学位拥有Q E两个技能 这两个技能可以组成什么连招的 第一个是AQE 第二个是EQA 这个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跟AQ和QA的原理差不多 如果敌方在我们的攻击距离范围内 那么就使用AQE 这是敌方在我们攻击距离范围内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连招 如果敌方不在我们攻击距离范围内的话 那么就使用EQA 因为我们说了EQ的伤害范围是比平A要远的 当然还有个第三种特殊的用法就是什么呢 快速触发向位使用 利用AQEE 也就是秒E 或者用EEQA也是个秒E加上QA的话 快速的触发向位 让你更好的风筝敌人 这个我们后面会在进阶篇详细的讲到 这个快速触发向位的一个用法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看 普通的近距离和远距离的这个AQE 如果敌方在我们攻击距离范围内的话 那么就使用AQE 因为平A是最短的 我们先把这个最短的打了 再去打长一点的 如果敌方离我们比较远 我们就开着E上去使用AQA 就是保证敌方在我们E进的范围内的时候 我们开着E上去使用一个EQA 这敌方离我们比较远的时候的一个做法 还有一个AQEE秒 秒触发向位的一个打法 一个连招方法 这个的话是一定要去念的好吧 这个AQEE秒触发向位的一个 这个连招是一定要念的 因为效果在对线中 还是在这个单挑中会经常使用到这个连招 比如说对面打野来抓你的 比如说敌方打野来抓你 这时候你的QE4个技能全战 那这时候你肯定不会第一时间想着用W 因为你WC的比较久 能用向位跑肯定先用向位跑 对不对 那怎么样更快的触发向位呢 就像我这样AQEE 这的话就光速触发向位 然后直接逃跑 然后还有第二种触发向位的方法 就是EEQA 也是一样 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在虚拟模式里面去念的一个东西 因为蝎鬼很吃很就很吃这个技巧 这个技巧连招 这是一个蝎鬼两级的一个连招 那么再说一下蝎鬼三级之后 蝎鬼三级之后 有四个连招 第一个是QW QW用法的话一般就是用来隐藏Q技能的施法动作 并减少W技能的扣血量 这个的话有可能文字理解起来比较麻烦我们用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吧 如果你是先Q 如果你是Q完了之后再放W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满血的蝎鬼 对不对 你Q完了之后再去放W 你会发现蝎鬼会 因为W会扣20%的血 所以你看到我蝎鬼是扣了一个20%的血量的 如果你是Q完了之后再W的话 但如果你是QW连按的话 你可以很明显的对比到血量会掉的更少一点 这是一个QW连按的时候 我们重新再来看一遍好吧 这是先Q完再W 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初始血量是3490 3490连血 如果你是Q完了再按一个W 你会发现你的血量这变得只有2800了 对不对 但如果你使用我跟你说的QW连按的一种方式的话 你的调血量就会更少一点 也就是说你在W释放之后 那Q进入的回血才会回到蝎鬼的身上 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初始血量3480 看没有 QW打完之后 你会发现还有3000连血 我们刚才Q完了之后 再放W只有2800了 但是我们QW连按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血条有3000 那么这个是一个在 对线中比较实用的一个技巧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被套尔引燃 或者说我们在满血的情况下 那都可以直接QW连按 对不对 这样的话可以先扣掉W的一个扣血量 再用Q技能把那个血量回回来 这是一般是我们一些极限单挑的时候 会做的一个举动 因为你残血的被套引燃了 你直接放W 放不住Q了 也可能直接死 对不对 但你Q完之后再放W 那个回血量也会减低 对不对 你就直接QW连按 当然这个的话也可以取向你这个 就是Q进的前后摇 我们刚才可以再看一遍吧 你会发现QW是没有Q的动作的 看没有 我刚才是把Q技能按出来 但你并没有看到这个Q技能动作 所以还一个用处就是隐藏Q技能动作 你看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我血鬼放了Q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这是三级弱的第一个连招 第二个连招是EW连招 EW连招的话 一般用来防止E技能被打断 或者说进场的时候使用 因为血鬼在放E的时候是需要蓄力的 而且血鬼在放E的工程是没有办法挺A的 对不对 没办法挺A 那就像有可能白白的挨打 并且类似于的话 卡尔丁的Q技能 以及一些其他的控制技能 都会把你的E技能打断 那这时候如果你的E技能一旦被打断 你的E技能上下就比较低 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呢 就是使用EW连招 好这里我们也是给大家看看 就比如说我们在碰到卡尔丁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碰到卡尔丁卡尼 R到我们脸上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想交E的话 肯定会被他Q技能打断的 我们要么就等他Q完了再去放E 或者要么就是把直接EW 让你的EW打全 这个连招的话 就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连招 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再来说一下第三个连招 就是QEW连招 QEW连招是血鬼最常使用的一个小连招 这是最使用的逃跑对拼或者塔下的消耗连招 就是这个连招是非常万能的一种连招 无论是说你碰到打野来杠卡尼也好 还是说我们要跟敌方中单对拼也好 或者说对吧 我要在塔下去消耗敌方中单也好 都可以用的一个连招 就是QEW 我们就给大家看看 实际上是第一个逃跑使用 假如说对吧 这个假人是敌方的打野 他来抓我了 对不对 他来抓我们就直接使用QEW 然后直接把这个E技能按出去 触发向位立马逃跑 我们再来看一遍 大家记住 在使用QEW逃跑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你的W 首先你的W打到人 因为向位的 它的触发向位的原理是要 对敌方造成三段伤害 对不对 Q技能一段 E技能一段 那你W不打的话 你是没有这个向位效果的 所以导致你逃生能力也可能比较弱 所以我们在使用QEW逃跑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先用W碰一下别人 你开EW 先用你看就像我这样 用W碰一下敌人 然后触发向位逃生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 就是在于你的E技能 一定要秒放 你逃跑的时候 因为你在逃跑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 打出E技能的减速效果 或者是伤害效果 因为我这波QEW就是为了逃跑的 最好的肯定是 尽快的触发向位逃跑 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两个 好吧 第一是W要打到人 第二个是E技能 要尽可能的要秒放 打到人的就行了 不用纠结其他 那个E技能的伤害 这是逃跑的时候使用QEW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塔外对拼的时候也是一样 可以Q完一下之后 直接EW 然后起身 再Q它一下 这是一个在对拼的时候 一个使用QEW的一个面招 还有一个在塔下QEW 就比如说 这时候我们手上有个红路Q 或者一个普通的Q 我们想去消耗一个在塔下的敌人的话 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无伤消耗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首先是Q一下 然后EW Q一下之后 这个防御塔 会吸收到我们的一个仇恨 对不对 因为我们攻击了敌方的英雄 那个防御塔会打我们 然后在防御塔的瓶 就在防御塔的伤害 到达我们身上之前 使用EW躲掉 然后起身之后再防御一个Q 对不对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了一波 塔下的无伤消耗 打了这个假人2000点血 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状态 好吧 就是神装理想状态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在塔下 无伤的打掉敌方2363点血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我们再来看一遍 Q 然后EW躲防御塔伤害的同时 用E技能打出最高伤害 后退 最后再掉一个Q技能 好 这是一个QEW比较 蜇轨比较实用的一套连造 基本上是最常使用的一个连造 还有一个就是EWQ EWQ的话一般用的比较少 一般上都是追击的时候使用 因为我们说了 蜇轨的蜇轨会为蜇轨短暂的提供一个移速加成 但是这个仪式加成是非常不明显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 敌方在我们E技能边缘 但是我们E技能打不到他的手 才需要借助W加速让我们打到别人 所以说这个用的一般比较少 因为一般的蜇轨都不可能说 如果我要用EW起手 你用EW起手 你起身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仅仅是存在于追击的时候使用 就是敌人离我们比较远 然后我们放E又E不到他 他在我们E技能的极限范围 就是E不到他 就他们一点点距离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W 直接像我这样EW 起身之后一个Q技能出发向位继续追击 这个一般都是用来追击的时候使用的 但这个东西最好不要用 实在追不到人也就算了 实在追不到人也算了 不要轻易的把W技能交出来 因为蜇轨这个W技能实在设定太长了 所以第四个连招基本上是不太常用的一个连招 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些6G之前比较基础的连招 那么再来说一下6G之后的杀人连招 首先杀人连招有三个 第一个是R R之后 QEW 然后再起身之后放个Q 这个的操作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写到 第一方三级之后 六级之后 这个用法的话一般就是说在敌人 第一个连招就是RQEW这个连招 一般的用法都是在敌人方不在我们QE范围内的时候 我们先使用R技能加凌光披风加速 再去使用QEW追击 当然这个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在RQ之后添加一个平A 这样的话会可以直接触发相位了 也就是说这个连招实际上的一个连招方法是RQAEWQ 因为RQA这就像是给敌方的三段伤害 R技能是一段 Q技能又是一段平A又是一段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触发相位 触发相位之后你的E技能肯定更容易的 就可以更容易的打到敌人 这是我们第一个常用的杀人连招 我们给大家看看 第一个杀人连招通常都是说敌方离我们比较远 离我们比较远不在我们技能施法范围内的时候 我们就先用R技能加凌光披风起手 比如说这样对吧 R技能加凌光披风起手 利用这个凌光披风的加速起手 追到别人之后Q完之后Q一下A一下 出发相位然后EW起身之后再放一个Q进来 这就是我们泄轨一套比较完整的杀人连招 可以看到对吧 打在一个100点魔抗的假人身上 可以打出3000点的伤害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 一般的前排也就150点魔抗左右 ADC的话一般都只有30多点 那可以打个3500点血的左右了 好吧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连招 首先是敌方如果离我们比较远 我们就开着复法宝珠 然后再利用R技能加凌光披风接近敌人 然后接近敌方 第一件事情是Q完之后打一个平A出发相位 然后这样的话出发相位之后 你再去使用EW连招的时候 可以紧紧的粘住别人 不会因为敌方有位移技能 导致你的EW打空了 就是说你碰到个EJ对不对 你碰到个EJ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相位的话 EJ一轴导致你的EW会打空 因为你RQ是不会触发相位 必须RQA才行 对吧 然后这样一个EW起身之后 再去放一个Q进来 是我们吸鬼最常用的一个杀人连招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杀人连招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杀人连招是QR EWQ 这个跟上个连招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先丢R一个先丢Q 为什么有一个QR EWQ呢 是因为吸鬼的Q进来设定是比较短的 如果你直接RQ的话 你得等一会就等个一到两秒 就在你满CD的时候 你要等一到两秒 再去放EW 那这样的话起身的时候才能接上Q进来 但你先放Q就早用早CD 对吧 QR的连招就是先放Q之后 早用早CD 这样的话你可以QR之后 立马EW起身之后还是有Q进来的一个 第二次用Q的机会 这也是说 敌方如果在我们的司法范围内的话 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或者说第三套连招 我们先给他说一下第二套 也就是QR起手 我们给他看一看 这里 这也是敌方如果在我们司法范围内的话 我们就这样 QR直接EW 起身之后就直接有Q进来 不像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就必须要 就说如果你是RQ的话 你必须要多等一会 等一个一到两秒 就等这个司法时间 再去EW 这样的话起身之后才能用第二次Q 但如果你是QR起手的话 你会发现Q进来就好得更快一点 Q进来好得更快一点 这样的话就不用等 但这个连招也是一样 QR A也是一样 Q完之后放一个R 然后A到出发向尾EW 那起身之后直接有Q 第一个的话就要稍微等一等 你看我们第一个在追击人的时候 其实等了一下 QA EW 要等一等的 好 这是不同的点 对吧 你先放Q就可以更早的获得第二个Q 你先放R 那这的话第二个Q有可能来得外了一点 但这两个连招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的 还有一个第三个杀人的招就是什么呢 ERQ 然后再去放EWQ 这个就是在如果敌方在我们一技能放入内的时候 就比如说敌方主动上了 敌方主动贴我们的脸 这时候我们打得过别的情况下 先按E 然后在E的过程中放R 这样的话你的E技能是可以享受到R技能的加成的 ERQ 触发相位 这时候追着敌方平坎 然后等到第二个E好的时候 再去放一个EWQ 这里也是给大家看看 这几个连招主要的区别就在看敌方距离 你看我们 我在教里面歇轨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个距离 无论是歇轨本身的伤害距离也好 还是敌方离我们的距离也好 敌方在我们平衡内 我们该怎么 平衡距离内我们该怎么连招 敌方在我们平衡距离外 该怎么连招 所以说这个应用对于距离的把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手很短 手很短 你要对这个距离把控比较重要 不 比较清楚 你才知道你什么 你离对面什么距离 你才能碰到敌人 也就是说对吧 比如说敌方在我们E技能范围内的时候 敌方主动与我们贴连了 我们就先叙利一个E 叙利E的时候感觉这个人好像血量不是很多 我们能杀掉他 立马原地放个R 结合上一个Q技能 追着平坎 然后等第二个E好的时候 再一个EW起乘一个Q 再给大家看一遍 E R Q 追着平坎EW起乘之后再放一个Q 这套连招的好处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右边的这个字幕上可以看到 这个连招的好处在什么呢 你可以放出两个E技能来 对吧 前面几个连招都只放了一个R 两个Q 一个E 一个W 但这个连招里面放了两个E 两个Q 这的话注定着你的伤害会更高一点 但这个是要建立在 有CD的情况下你才能打出两个E 如果你没有CD的话也是只能打一个E 这个连招是在后期比较实用的一个连招 就是E R Q 然后再EW 因为这个连招我们说了 对吧 能打出两个E技能 但这个连招 比较苛刻的一点就是在于 敌人必须要在你的E技能放入内才行 就比如说 就必须要保证你的E技能 能先手打到人才能去使用这个连招 一般的话就是因人的时候使用 比如说我在草丛里面 等着一个人过来 你就先蓄立一个E技能 等他进来的时候 立马一个E R Q技能 先打他一套爆发 利用这个香味追着他平坎 然后等到最后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EW 躲掉他的一个爆发技能 然后起身一个Q把它带走 你看这套连招 刚才这套连招打到最后打了3600连去 3700 但前面两个连招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两个连招 你看 第二个连招是打了3000 第一个连招是打了一个2900 也是3000左右 前面两个连招都只打了3000 但最后一个连招 打了3700 这就是多了一个E技能 伤害的一个威力 而且你要记住 这是一个100点魔抗的敌人 对面ADC 只有50点魔抗的情况下 你这一个E就不是多700点伤害的 你有可能多的是800点900点 那是非常夸张的 对吧 但这个连招比较理想化 说了 因为你必须要保证你的E技能 能先达到人才行 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好吧 最常用的还是第一套 最常用还是这一套 利用开RR进去追击 RR QA EW Q 这是最常用的一个连招 好吧 那我们今天 切鬼的连招基础片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